当年和?与周杰伦合拍《头文字第》的林木星,从少女变少妇!惊人的转变连车神拓海看到都变甜海了啊! 这部漫改作品《头文字第》! 集结了周杰伦、陈关希、于文月、陈小春、黄秋生等一大波当时港台炙手可热的男星的影片,一上映就受到热捧! 记得当年跟周杰伦拍《头文字第》的林木星吗? 她现在竟变成这样,相信有看过《头文字第》的影迷们,对女主角林木星应该不陌生。 林木星拥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张相清秀,清纯可爱让她吸引不少粉丝。 林木星18岁时,无尽到导演刘伟强看重她的高人气,邀她出演《头文字第》的女主角。 让她在剧中与周杰伦、陈关希等帅哥尬戏,也让她成功打入华人市场。 木星,1987年生于日本东京,不到九岁时,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 虽然入行的年纪小,但是林木星很快展示出了自己强大的演技。 10岁时,出演爱情片《青鸟》,饰演丁村智之一角,就获得了第15届日剧学院赏最佳新人奖,堪称天才美少女。 2001年,出演今天一少年事件不中的美雪,也是个经典形象。 2002年,年仅15岁的林木星有了与金城武合作的机会。 在科幻电影《回归舞者》中,她出演了来自未来的少女美丽。 金城武评价她的演技常常能让人感动落泪。 评级此片,林木星一曲夺得第26届日本电影学院赏最佳新人奖。 2004年,林木星搭档苍景悠出演了著名导演严谨俊二的青春电影《花与爱丽丝》。 片中,苍景悠饰演的爱丽丝性格外向而主动,林木星饰演的少女花则害羞媚脸。 两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儿却爱上了同一个男孩公本。 这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另一个版本的《七月与安生》。 苍景悠平及此片获得了第13届日本电影专业大奖最佳女主角,林木星也获得了超高人气,打开了在亚洲的知名度。 而真正让中国观众认识林木星的影片,还要数周杰伦参演的那部电影《头文字D》。 片中,林木星饰演主动追求脱海,周杰伦是,的下述。 不过拍完《头文字D》后,没有其他代表作品,事业遇到瓶颈。 而身材也跟着变形,之前出席记者会时,她的身形变得臃肿,让不少喜爱她的粉丝有点惊讶。 不过,毕竟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人多多少少还是会变的,这是自然规律。 而这之后,林木星却再也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了,而她本人也在积极尝试著转型。 2011年的《轻蔑力》,她一改长久以来的长直发造型,化身钢管舞女,性感夭摇而又颓废。 为求突破,戏中她还有大尺度的演出,只是观众并没有买张。 之后林木星的清纯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影片狼狼狈里,她彻底沦为了大妈,有的观众甚至根本没有认出她。 其实,后来的林木兴不是没有机会 2015年,大和剧花燃找到了她 这个剧由景上真央担任女主角 而邀请林木兴出演的角色一季陈璐 据说也非常重要 原本是邀请广莫良子出演的 但是因为广莫良子当时已经怀孕五个月而辞演 所以选择了林木兴 大和剧是以历史人物或时代为主题 剧情都有考证,属于较严谨的戏剧 能够出演大和剧,是对演员演技的认可 因此对演员来说也是很荣幸的事情 林木兴自然对这个机会十分重视 只是可惜,花燃的收视率很低 林木兴并没能成功翻身 转型并未成功,身材又发浮走样 林木兴已经不复当年盛名 近来林木兴也没有新作出现 慢慢淡出了观众的视线 从天才同兴到无人问津 这之间的落差不可谓不大 其实林木兴今年也不过才刚刚30岁 在影视圈还是很年轻的年龄 依然可以大有所为 只是不知道她还会否重回影视局呢 周杰伦MV的女主角这么多 你对谁印象最深? 很多80后,90后都是听住周杰伦的歌长大的 可是有谁注意过她歌曲的MV吗? 她MV女主角的阵容可谓异常强大哦 可爱女人是周杰伦每场演唱会都会唱的 这是她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很有纪念价值 这首歌是她自己作曲 徐若轩作词 MV也顺势就由徐若轩演了 当年的徐若轩真是美的 没话说 周杰伦龙俊峰的女主角是陈怡荣 她也是通过拍这个MV正式出道的 当时她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周杰伦的歌迷 陈怡荣后来还拍过《寻衣草》 天下第一 可以说红金一时 双截棍绝对是周杰伦早年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MV的女主角 估计当时很多人都没注意到 连依晨 如今的台湾偶像剧理解 周杰伦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算什么男人 又把林依晨给请回来演MV了 十三年之后两人在合作 好像别有一番味道 周杰伦所有MV女主角里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周迅 当时周迅的男友 李大奇 刚好也是周杰伦的好友 于是李大奇就在中间帮忙牵线搭桥 促成了这次合作 周迅主演的是周杰伦四面楚歌的MV 2006年的时候 周杰伦和Habby飞文传的最为火热 周杰伦不止帮他们写歌 指导MV当演唱会嘉宾 甚至把Habby请来演自己MV的女主角 退后的MV里 两个人也没有在一起就对了 Habby当时简直内内出水 吧 女主角刘和娜也是通过拍周杰伦 白色风车的MV 而进入台湾娱乐圈的 也是因此才获得了出演放羊的星星的机会 后来她还跟彭于燕合作了电影《六号出口》 桂伦美是不能说的秘密MV的女主角 本来就演过同名电影 演MV好像也是意料之中吧 那时候真是桂伦美和周杰伦的颜值巅峰 曾凯旋刚出道的时候势头真的很猛啊 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女儿 提名了金马最佳女配 还主演了周杰伦我不配的MV 林俊杰主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原来我不帅有人看过吗 她就是女主角哦 江宇晨跟周杰伦的合作不要太多 除了是她最长的电影MV的女主角之外 周杰伦还给她写歌 让她唱自己电影的插曲 周杰伦拥乐美奶茶的广 高还记得吗 那个说住原来我是奶茶的女生 就是江宇晨 陈匡仪是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MV女主角通过出演MV走红 迁入华言 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一直喊住大人哥的女配就是她 电视剧版小时代里面她还是演了男香 很有气质的女演员 红尘客栈MV的女主角 估计也让很多人没想到 古力纳扎 这首歌的MV还是周杰伦亲自指导的 据说也是周杰伦亲自邀请古力纳扎出演的 不过古力纳扎古装饭相 确实比较美了 徐若萱 陈怡荣 连依晨 周迅 古力纳扎 田富珍 桂伦美 陈匡仪 江宇晨 曾凯旋 周杰伦MV女主角谁最初扑你的意料呢 周杰伦 英语 这初 1979年1月18日 台湾的流行歌曲男歌手 音乐家 唱片制片人 演员 导演 电竞团队队长兼老板 在2000年 周杰伦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J 从属于唱片公司阿尔法音乐 从此以后 他的音乐获得了遍及亚洲的荣誉 尤其在台湾 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韩国 日本和西方国家 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 的亚洲群体中 他卖出了超过3000万张专辑 并获得了许多针对他的音乐工作的奖项 周杰伦在工作与他的专辑时 也为其他艺术家写歌 在2003年 它是时代杂志 亚洲版的封面故事 被称为亚洲流行音乐的新天王 作为对他对流行文化的影响的认可 他其后开展了六个世界巡演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最超过1000万人表演 周杰伦在电影《投文字》第2005中开始了他的表演事业 他从此涉足许多其他的电影专案 周杰伦也管理他自己的唱片和经纪公司杰威尔音乐 在2016年 他重新进入了好莱坞 在电影《出神如画2》中扮演小李